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据四位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特使已通知二十国集团的官员 习近平主席不打算签字出席本月在意大利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 三个月在弗伦萨举行的二十国集团特使会议上 中方代表传达了这一信息 三位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特使表示是因为中国抗疫的需要 其中包括对于回国旅行者的检疫规定 这是习近平不打算去罗马的一个原因 消息人士表示此后就没有再对此事进行沟通 而今年主办二十国集团会议的意大利尚未收到官方回应 北京又经常在最后一刻宣布其元首的旅行计划 任何最终决定可能等到接近十月二十时才会确定 目前意大利政府拒绝发表评论 而中国驻伦敦和罗马的大使馆也没有立即回应评论请求 自二0二0年一月中旬以来习近平就没有出过国 这已经是所有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中最长的一次 尽管他实际上参加了上个月金庄国家聚会在内的会议 并且与其他国家的元首举行了数十次单独通话 彭博社报道指出二十国集团会议召开时机正值国际关系的关键时刻 不管是气候变化还是疫苗供应等议题都在议程之上 而现在全球经济从劳动力到半导体和能源的短缺面临挣扎 根据外交官们传达的信息 中国的立场是许多问题的核心 而习近平的缺席将使得达成实质性的协议更加困难 同时峰会也为领导人提供了在场外进行一对一会谈的机会 而这一些双边对话往往被证明是解决分歧的最有效途径 中美两国现在仍然处于紧张状态 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在上个月通了电话 但是没有取得具体的成果 习近平也没有接受可能进行面对面会谈的提议 但是此前华尔街网报已经向您介绍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本周将在瑞士与中国高级外交官杨洁篪进行会面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二十国集团峰会也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前夕举行的 而各国领导人将希望达成协议以控制全球变暖 并在二零五零年实现净零排放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 在达成协议中的作用十分关键 而同时来自彭博社的报道介绍 欧洲外交官们对于习近平是否会出席 在格拉斯哥举行第二十六届迪约峰会议持怀疑态度 特别是如果习近平不来参加罗马峰会的话 但是另外一位人士表示 主办这一次气候峰会的英国政府仍然希望习近平可以亲自出现 同时彭博社文章分析认为 二十国集团会议时机对于习近平在国内政治也是相当微妙的 中国的执政党将在十一月召开一年多来一次会议 为二零二二年召开的十年一次的党代会奠定基础 而普遍认为这可能会延长习近平的任期 再要为您注意的是杨洁篪和沙利文会面的有关消息 此前华尔街网报引述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对此消息进行了介绍 而白宫在周二晚些时候证实 美国总统拜登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和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员杨洁篪 在本周在瑞士举行会谈 根据白宫新闻稿 沙利文和杨洁篪将对拜登九月九日与习近平的通话采取后续行动 继续寻求负责任的管理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 南华早报此前援引知情人士表示 双方的目标是重建沟通管道并落实习近平和拜登达成的共识 而在过去四天里 解放军持续对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侵扰 自十一以来出动总共一百四十九架次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而在刚刚过去的周一又有五十六架解放军军机扰台 也是台湾国防部报告中数量最多的一次集体行动 美国国防部此前表示 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承诺仍然坚如磐石 白宫方面在周一有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胁迫 白宫方面表示 美国仍然对中国在靠近台湾地方进行挑衅性军事行动感到关注 并通过私下方式对此给予处理 白宫发言人萨奇当时表示 美国与北京已在私下里进行接触 而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杨洁篪与沙利文本周会面 也是拜登入主白宫后 双方官员进行的最新一轮面对面会晤 而此前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七月底 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天津进行会谈 会谈并没有达成具体的成果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消息介绍 美国的核电监管机构暂停向中国最大的国有核电公司 中广核运送反应堆中所使用的放射性材料 还有一种青铜类素 文章认为这反映了华盛顿对于中国积累原子武器的担忧 核管理委员会在命令中表示 白宫确定暂停出口是为了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和加强美国的共同防御和安全 这一举动符合一九五四年原子能法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介绍 暂停出口的范围包括中广核 其子公司或相关实体放射性材料 还有其他的非放射性同位素用于核电站的重水裂变反应堆 而这一次暂停进一步加强了前总统川普政府二零一八年制定的向中国运送民用核技术的控制 以防止其被用于军事或其他未经授权的目的 中广核已在二零一九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原因是涉嫌获取美国的先进技术和材料 以便转用于中国的军事用途 而五角大楼在去年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表示 在未来十年内中国的核弹头数量 至少可以在目前二百枚以下的库存基础上翻倍 此前美国战略司令部负责人海军上将理查德警告国会立发者 中国正在开发的新一代核电站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环用于制造核武器 而中国方面则强调其核电计划是出于和平目的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5G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和中兴通讯 已经获得了为中国移动建设融合5G4G核心网络的权利 按照用户数计算 中国移动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线运营商 文章分析认为这说明国内运营商 对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基础设施供应商的承诺 根据中国移动九月底公布的竞标结果 两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公司将各自获得百分之五十的合同 在全国三十一个省级单位提供价值一百四十九亿元的设备和服务 根据声明华为获得了价值六十四亿元的设备 还有十点八亿元的服务 而中兴将贡献六十五点七亿元的设备和八点九亿元的服务 融合移动网络作为中国移动5G推广的下一阶段 涉及到双模网络战略以降低成本并顺利轻移到更新的无线标准 而同时来自南华早报的分析认为交易是对华为的一次信心投票 尽管华为受到美国的制裁限制了其获得先进芯片的机会 但是华为在中国国内受到了国家支持的电信运营商的侵略 另外美国警告欧洲盟友不要在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 地区的其他国家包括英国也已经限制华为进入网络 澳大利亚在二零一八年就禁止了华为和中兴的5G设备 美国政府现在正在资助农村电信运营商拆除华为的设备 华为为消除人们对其海外业务可能受到中国数据和安全法律约束的担忧 所做的努力收效仍然甚微 但是在中国国内电信也继续围绕着华为发展 他们的网络设备仍然在中国国内受欢迎 即使智能手机业务在制裁下出现萎靡 无法使用美国原产技术生产的先进半导体 而说到华为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孟晚舟的有关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世界日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孟晚舟在九月二十四日获释后在二十五日返回中国 而在离开加拿大两天之后位于温哥华的豪宅随即挂牌出售 价值高达一千八百二十多万家元 而孟晚舟出售温哥华豪宅是否认为着她不再希望重返加拿大 也引起了外界的猜测 当地图籍文件显示 孟晚舟在二零九年已市值二百七十三万家元 购入位于当地豪华住宅区的一处大宅 而现已四百五十五万家元出售 该处住址占地六千七百六十平方尺 而孟晚舟在二零一九年又搬入另外一个著名的传统豪宅区 该区在二零一八年的成交价是一千三百二十九万家元 而现在是一千三百六十五万家元卖出 该处平均面积已达两万平方尺 单季房屋已有八千一百七十平方尺 此前邮报道表示孟晚舟的丈夫刘晓宗想以该处物业作为孟晚舟被拘留的保释金 而孟晚舟此次出售其房产 不知是否与不再返回加拿大有关系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